在上海楼市动荡的时刻,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 经过广州,深圳的认房不认贷政策的影响,上海在当天也宣布执行相同政策,使得购房者在名下无房但有过贷款记录的情况下,能够享受首套房标准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以减轻购房者的资金压力。 这一政策实施后,曾有媒体热切期待着楼市回暖,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上海楼市在9月份实施任房不认贷后,二手住宅销量有所回升,但进入10月份以后,市场再次陷入低迷。 二手房成交量持续下滑,而挂牌量却在不断增加,上海楼市出现了恐慌抛售的迹象,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上海的房价信仰也在崩塌,曾经备受追捧的学区房移价正在快速消失,一些房源的跌幅已超过20%至30%。 上海的楼市看似陷入了信心危机,市场的未来走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切。 这一时刻,楼市似乎陷入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同年龄段的购房者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和选择,市场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上海楼市的迷茫和沉寂中,更为关键的问题凸显出来,那就是人口结构对房价上涨的长期支持问题。 走在上海市中心的街头,尤其是非网红景点的地方,人们会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老人世界。 上海的老龄化程度超过了一些北方城市,户籍老年人口总量已达到533万,全国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上海的生育率陷入可怕的低谷,黄浦区和静安区的生育率低于0.5,平均两个妇女生不到一个孩子。 在上海的户籍常住人口中,70.8%的人表示理想的孩子数为一个,而只有25.1%的人希望有两个孩子,三个级以上的仅占1.2%。 这使得上海的人口结构变得越发趋向老龄化,而这一趋势在2022年更加显著。 有人或许会认为,上海可以依靠外来人口来维持人口增长,但实际上,2022年,上海城区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减少了14万,仅次于重庆,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上海的人口状况。 上海的人口高增长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进入了负增长时代。 这无疑对房地产市场构成了一大压力,因为不可能指望越来越少的人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房产。 这种人口结构对房价上涨的长期支持将成为上海楼市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验。 同时,新一轮的房改政策也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官方明确提出两大目标,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 这标志着未来可能会实施住房双轨制度。 为此,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房改必然首先在这里展开。 尽管上海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保障房,但这些保障房在一定年限后可以正常入市交易,实质上回归到商品房市场。 而新的保障房在房改后将由政府回购,保障房转让后仍然保持保障属性形成独立的市场。 这一变革不仅仅影响房产市场的格局,也将对楼市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海楼市似乎已经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市场博弈场中,谁能够撑到最后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对于这一变局,业内人士纷纷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上海楼市的高光或许已经过去,而未来的市场走势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一时刻,楼市已然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人们纷纷思考上海的地产将何去何从。 在上海楼市的风云变换中,北京楼市也逐渐成为故事最多的一个界面。 买房和卖房的价格谈判已经不再是段子,而是真实的拉锯站。 随着楼市的降温,越来越多的买家开始采取观望态度,不再轻易下手。 在北京西三旗和回龙贯等地,房价下调的声音越来越频繁,总价520万元的房子也降至488万元,甚至还有业主表示愿意再降价十个点。 然而,许多买家对购房仍心存犹豫,担心未来房价的不确定性。 这样的观望态度使得一些卖家感到不满,有的业主甚至选择退出不卖,不再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价格战。 赵磊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打算卖掉自己在西城区的两局势,但由于买家不断压低价格,他发现降价已经没有余地,开始犹豫和观望。 整个北京楼市陷入了买卖双方僵持不下的状态,买家带着大砍刀来看房,直接爆出低于市价的价格。 机构数据显示,北京二手房挂牌量逼近17万套,而下条挂牌价的房源比例明显增加。 在这种市场情况下,买方占据溢价主动权,成交越来越难以达成,二手房成交量也呈下降趋势。 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10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10653套,同比下降5%,环比下降25.3%。 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现在的楼市就是一个博弈厂,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将成为关键。 而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北京楼市的高光时刻或许也已经过去,市场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北京楼市的博弈刚刚开始,接下来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在北京楼市的博弈中,一些卖家面临了困境,不得不在成交时做出更多的价格让步。 赵磊和杨洁的经历成为了北京二手房市场的缩影。 赵磊曾计划卖掉在西城区的两居市,但随着买家不断压低价格,他发现降价已经没有余地,开始观望。 面对买家的观望和过度砍价,卖家感到无奈,有的业主选择撤牌,不再出售房屋。 而像杨洁这样,想要快速卖房的卖家,房价不断下调,却仍然难以成交,降价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政府开始主动疏解卖旧换新的市场流通障碍,以促进市场活跃。 然而,对于卖旧换新来说,现在买家拥有更多选择权,卖家必须更加耐心和灵活。 随着市场上降价方圆越来越多,叠加上政策利好预期,北京二手房市场有望迎来筑底回升。 在这个博弈的市场中,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成为了摆在每个卖家面前的难题? 在这个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北京楼市的走势将继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